这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20 10月20 这是今天最后一场多少典型节目了 来谈谈新消息啊 还是老拜登 实实在在办事 别看年纪大了 有的时候讲话走板 还是呢 他依靠的是团队精神办事 在国际舞台上现在是老大的还是美国总统拜登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指出啊 他相信 从埃及运送人道物资的首币 卡车车队 未来两天将通过 拉法塔 关 这个 进入加萨呀 这是相当大的解释 因为加萨老百姓现在是 这个 缺一少药 情况非常的麻烦 因为现在断水 断电 断气什么都断了 可能水又恢复了 其他还是没有 那么 以色列的态度也非常的坚定 一定要进行地面反击 老拜登正在这里 卧旋 也就是先让这些 联合 搞的这个救援车队啊 先能进入到这个加萨去 先帮忙 法新社报道 这是 刚刚看到了 中央社 法新社报道 拜登在白宫 会有 欧盟联盟 关联 会有欧盟联盟 关联 我相信 未来20小时 48小时以内 第一批 20辆卡车 将通过边境 当然 这个很少了 但是不要忘了 这是个良好的开始 有希望送进去以后 能救就救一点 这篇文章讲 拜登讲 他获得以色列 和埃及总统承诺 以色列同意了埃及 承诺了 这还不容易 给这个拜登面子 将让援助物资 通关 但公路必须修复 情况非常糟糕 现在那个路况非常差 这篇文章讲 世界卫生组织和 共共卫生 紧急计划 执行主任 赖恩 指出拜登的 20辆卡车援助协议 只是杯水车薪 车薪 需要是2000辆卡车无私 但是你 总是有进取的对吧 应该讲是相当大的件事 老拜登做的还是很好的 根据联合国 加沙的240万人 总有100万人流离失所 人道局面 甚于灾难 就是人道灾难的情况 非常严重 这篇文章非常简短 达到提供的信息是最 最新的 实实在在的消息 让人们多多少少看一点 这个希望 你看 你在看后一篇文章 也是万维网刊登的 也是最新动态 就是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0号 被记者问及 以色列是否应该推迟 对加沙 潜在地面的入群 就地面入群 以色列不可能改变主意了 只是时间推迟 能推迟也不错啊 这有缓重时间 然后 采取办法对 有一些人 人质进行救援 对吧 直到更多的人质 获失回家 拜登回答 是的 你看 还是拜登 匈奴撑住 说 他说人质 尤其是美国人质 尤其是能回家 他说是的 现在不释放了 母女两个 对吧 是美国籍吧 美国和欧洲政府 一直敦促以色列 推迟对加沙 地面进行入群 这首先的 说服以色列 就把原先这个 进攻的时间表 调整一下 你让人改变是不可能的 即使 拜登却也没用 说未 据报 正在进行秘密谈判 拖延世界 争取释放 哈马斯 扣家的人质 蓬佩二十号引述 置评人士 话讲 透过 谁来谈判呢 卡达 和哈马斯 谈判 卡达和 哈马斯 有一些 很有关系 你这个事 每个人都有朋友圈子 能找到人家来谈 他们之间能对接 能交流 能把老外那个想法转达过去 和哈马斯谈判 需要小心处理 而且很可能以失败收场 失败收场的一个努力 你想往最好的方向的努力 做最坏的打算 你做任何事都是这样 这消息人士指出 有迹象表明 哈马斯可能同意在不换取 任何囚犯的情况下 释放至少部分 平民人质 称以色列在美国的施压下 同意年后 大规模 军事行动 这两篇文章很短 但我是 我看到现在最新动片 应该讲 看了以后 不管怎么样 你倒不是说 这个 以色列能停止进攻 那里 以色列可不干的 哈马斯也必须受到惩罚 你在比例下 中东国 现在在这里边 做其他的作用 对不对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远远没有老外的 现在看来国际舞台上 老大还是美国的 是吧 黄秀善武的 外交家 这么讲吧 你们不要不服气 原先我都不怎么看好 选举那时候 不太看好 拜登 因为他儿子 据说和叶简明的事 我当时有点不太 喜欢 现在看 我给你讲 老拜登 绝对有经验 非常老道 在处理各个事务方面 都非常 敬明了 我们等一会再还会谈到哈 现在谈谈 另一条消息 高新发表的篇文章 讲到 吴小辉 他透露吴小辉啊 故事的原因 他文章很长 我只对其中理断 他的我的想法 他就讲这个吴小辉 为什么倒霉 说倒霉啊 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 有一个就是书信内情的人 给他们高兴透露 说吴小辉出事的主要原因 就是给予以下的故事 就当时这个 说当初吴小辉在 陈小辉的引誡 时任的 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也就是 陈小辉给他欠欠大敲 陈小辉的儿子 吴小辉跟陈小辉关系好 都是红二代啊 实际上三十八个红二代了吴小辉 那么 邓小辉的拐弯亲友 说当然 陈小辉的引誡 见习近平 说习近平就想 让他姐夫自己办的公司 房地产公司 就邓家辉的公司 想跟吴小辉的公司合作 乱来解 就这个意思吧 因为吴小辉当时下属 有个企业叫 浙江国恒房地产 台湾营公司 想两家叫强强合作 结果你吴小辉没大理 这个意思 他得罪了邓家贵 因为 为什么他瞧不起 邓家贵呢 因为 心想你习近平算啥 我那 靠塞尔是邓家 对不对 因为他娶了邓小辉 平面 这个亲友嘛 他是讲这是邓好平的后人 他是讲这件事情 他说 当然从逻辑上判断 当年的习近平 以浙江省委书记 自尊 会见本省之名 且讲吴小辉的时候 应该不会 直白的向吴小辉提出 你应该和我 为西家开展商业合作的要求 但日后呢 邓家贵 眼见自己 这位这样 省委书记的姐夫居然 不被 遮伤吴小辉放在眼里 就算自己没亲口 向小舅子抱怨 他的妇人 也就是习近平的姐姐 气乔乔 也应该厌烦是口气 这个人就大概讲这么点事 因为整个原因是这个 我听到的消息 我这也是马路行 说是他整他有两个原因 一个什么就是他这个 在川普那个时代 这个吴小辉啊 这个顺义做的 实在是太有钱了 他就买了那马尔道夫的大酒店 就这个事 这个 这心里很震动 很在乎 因为你想 你这个民营企业家 都把这个酒店买下来 这个大多知的酒店在 商场上 这酒店业 那绝对是 还是 是不是 这是一个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吴小辉经常到 我这个 富士纳家里留在一圈 库斯纳举办一些饭局 party什么 老外医院 举行圈子的那些 什么 那些活动 为什么 都有吴小辉 吴小辉走的可频繁了 这个消息 你现在让这个中共情报公司汇报给习近平 习近平大弄 习近平 你算了什么东西 你 搞得很穷得 这应该是我 习下的人 有我姐夫这些人 是不是 或者他信任 宁德 实在什么这些人 不知道那时候宁德世界可能还没怎么干起来 去走 走动走动 你算什么 啊 他讲的意思 你就是 你根本是不够这个分量 就是做这个事不适合你的身份 大家都知道在中共 官场商场情场上最忌讳的 你那个身份不到 你去穷得才去出事 这个 说是吴小辉就是因为这个主要这个事 就是 老道德川普他女婿这个圈子里混 到这圈子后肯定就有 像权贵们就想通过他了解中国 这些情况 他那种讲的也挺多的 话已经 挺大的 就排行 后面就有点类似像 马云部就是建创 格尔木丁帖1000个就业机会那都是 脑子发 发云了 当官 听了以后肯定是超愤怒 你这么讲吧 你就想一下如果你在这我当官 你你这个省要是有个人 是企业家吧 就算这 省得起首付 要把这话讲了这个程度你也神奇 你心想应该是扣一包给我 我去跟那个 地方讲是吧 我们给你介绍一个企业家 帮助你解决一些就业机会 当官都是这样想的对吧 因为 他是中国体制和美国不一样 任何事当官都认为在他的圈子里 你的一切好事都他给你 这是中国当官最大的一个 一个想法固定 固定式 那习近平上来也是一样 他就像吴小灰 你就有两个钱 再给你 你的亲友是拐弯的 邓家是吧 另外邓家和他家 有摩顿呢 晚年 邓小平 共一国都整的 整个吧 整个吧整的够惨 在深圳和珠海两边 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来 反正是 在高级地方干门当中很别去活的 最后晚年基本上都是傻的那个人我听说 我听说是因为主要是这个吴小灰事 此外还有 金融政变的事 就一段时间李克强 那时候和习近平关系可以的时候李克强都讲 中国的红利没有释放剂 那股票7000多点我记得 如果没记错的话 超嗨他两个时候都觉得 哎呀在中国这个经济太好了 这个股票 炒到这个程度 这时候突然就 护士这些落下来 说就是这些江派这些人 就是把江泽民这些 犬子里的 把习近平踢完后悔了 说他不听话 以前以为他听话 杀了八戒 上后听他们指挥 保护他们的利益 看不听话 所以这吴小灰也属于这犬子里 他就跟肖建华 这个 徐启阳 就这些有钱人一块 咱们不捧个场 这一落千丈 就故意搞这个金融政变 现在不再热火了 他一查 他说小建华吴小灰整 主要是他两个钱多呀 说还有的传手 好像 借钱给这个 郭文贵 才不知道真假 真假 总之就是 我没听说过 因为是他结果跟 人家想拖这个 陈小龙去见见 吴小灰和他合作搞房地产 好像这个 我是没听说 就高兴 高兴讲是有人给他传 就是传着口信 传的你记住 有的是真有 是假 因为什么这个东西 呃 换桌上讲这个故事都是 天有假粗 是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有西平自己知道 但是我这么推测 我认为我听的比较准确是什么呢 这个比对一下胡锦涛就知道了 胡锦涛是个老实人 在党内算一个比较 自知之明 轻易不整别人 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 这个就是真事了 就是不是我听 我还在体制内 你想我还不管怎么 你还知道 认识一些人吧 当然那时候我已经 出事了 但在之前就知道那一个老板就 就杨炳 杨炳当年在辽宁 东北那绝对厉害 是不是 他不就盘上那个 金正日了吗 对吧 金正日家族送钱送 金正日一高兴 那时候要改革开放也想搞一个仿照中国基金特区 这个罗金 搞一个这个小地方 聘请你当特首 这个杨炳竟然相信了 这个这个人就这样 其实他不应该当个球师 你是一个企业家 你突然间在一个 老外的国家里还当个特首 你就不找死吧 你根本和你身份不一致 他就同意了 同意了 人正聘的了 你看金正日那个人也是一个 这么讲的异想天开的人 想一出是一出 再想钱拿得多 杨炳砸钱砸得多 他在那个 那个安算 接那个花卉有些公司 其实搞房地产赚了大钱 呃 其实也是 盘上李铁英这些了 是吧 这个就 因为李铁英过在海城 不是当那个领导吗 也盘上这个得了很多优惠政策 发家支付以后就开始往 北韩跑 说啊跑长了以后就找不到北 胡锦涛就听了这个事了 还弄了 就是外交 睡到外交的事 他怎么能胡整 他就当逻辑的特首 把我们摆在那里 抓 下里抓 胡锦涛都下里抓 抓的时候 他没什么事 行费社会这都有啊 最主要是什么呢 查怎么查 先找个理由 你只能想象他行为 你的落实还得有过程 先你的逃税 先抓起来再说 抓了 因为那时候 那个辽宁 那个国家这个 税务总局的 一个局长 就这么大联 大联 大联 大联益 是吧 就拍他 就下去擦着 把这个羊铁就抓了 一盘盘 18年 过来 这个 沈阳大北界鱼啊 财产全部都残光了 架破人往欺敌自散 人就你倒霉了 那个 金正日也不拼他 金正日也失了 一看他出事了 电话也不接 找不着 想找金正日救他 金正日也救不了他 你不 混淆也不给面的 据说又不接电话 说是 一下判 关了监狱 你后来笑着 你现在在水体 羊银 可能放了啊 放了也是 七老八十了 乱来 人家人那么一折腾以后 别看以前是 吃啥风云 意外做好 然后你放出 你看啥样 是不是 你比如说些小姐 娃姐 那是绝对见过 大市民的人 2000多人 都放得出来 就是干不老头 啊 来加拿大 路都找不着 真的 这个人就是这样 一折磨就完了 是吧 我现在头脑 脑脑着 穿着 我就吃了 我头黑黑的 你看现在 吊一根猫 没有事 是吧 从监狱出来 基本就没有了 是吧 这个兵 那个兵 这个逃遇 就共产党啊 这个官员 就开脑门抓人 他就不需要什么正确 政治 讲政治 所以呢 我看这个高兴这边的 有些新意思 他写的很好 他文笔非常好啊 我看他写的很多文章 但是这个情节 我个人认为 好像不是太泡泡了 我也可能 其实有一条 也认为那个新兴仔是吧 记得是啥 反正 从我的 自己没清楚 最后 他一段时间 美国自己没谈完上场 其实他这篇文章 这一部分非常重要 他说前 美国驻以色列和埃及大使 叫库尔策 对美国自己讲 鉴于北京 对德黑兰的影响力 以及中国担心 中共战火一旦扩大 危机经济力 美中两国在缓和 以下局势上能有合作的可能 我觉得没有可能 可能啊 你 你现在 在习近平在国内统治不下去了 他只有整场战争 他才能顾好 我跟你讲吧 他是希望打仗啊 他说我的猜测是 拜登政府正在与北京结束 试图就结束冲突 解决人道主义困境 确保以色列安全需求达成五种共识 目前还不太清楚美中 两国在以哈冲突上的分歧 似乎会影响 基平 就是下个月到旧金山出席 亚太经合总人峰会 做拜登群的会谈 中国外长王以四国安计划 在本月初访问 为主关注 就这的确他来不来 这是个大事 那么来不来我认为的很重要原因 就看那个国内的行事 基平担心他离开以后出事 跟你讲 这才是最大的优惹 加州他采访了加州洛杉矶分校博克 国际中 关系中心高级研究员叫 塔伊 他认为美中之间的稳定 中东局势 利益从何 都会促使两国合作 也认为 他认为有合作的可能 他在为了 迅国际学者中心的活动 上面回答美国自己提问 讲在这种情况下 美中两国真正一致的一点是 这一地区的不稳定 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因为这会 太高油价 基平现在不是考虑油价 他就想想美国转移美国的 这个对于欧战争的支持啊 他会打台湾 我给你讲吧 那才不是他想讲他讲的情况了啊 在乌克兰的背景下 美国肯定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对美国欧洲来讲 北约盟国在乌克兰战争已经非常困难了 因此 美国和中国在平息 其实方面有着共同利益 我认为美国确实是想协调 因为他打的话对美国不利的 对不对 对欧战争不利 你看现在他支持 即使没有这个 巴黎冲突 这个美国的有一些 议员就不太愿意占 这个乌克兰 认为是个无敌的 是吧 他叫自助疲劳 一直在争论 何况你再支持以色列 再有台海战争 是吧 这个只有是彻底都开战了 那时候人们才能认识到老拜登这个魔律的重要性 一开战以后 习近平自己都顾不了自己 他也支持不了 这个哈马斯 伊朗 他也支持不了 这个 俄罗斯 他随意不知道 这都自救 在这个情况下 你才知道现在美国 信国自立 支持这场战争的意义所在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老拜登昨天讲话当中 其实已经挑明了 这篇文章讲说 美国的国务院翻译的马修斯 米勒 星期四讲 如果中国能做什么来防止 冲突扩大 那当然是我们怀疑 你的反应 他的话就不一样 如果 对吧 这种假设 但我不认为我们的目标与中国提出的 平国 协议 也就是 前美国 罗斯坦大使 罗斯坦大使 黎巴伦和约旦的大使 大卫 海尔说的 美中之间 短暂的利益重合 最终 将对 比斯基 之间的 地缘 战略竞争取代了 看见 还是他这些人 认识深刻 他中国和美国事务对中东的稳定 有一致的兴趣 但我们对稳定的理解 可能与他们 对稳定的理解 大相径听 他说呢 我们想要的不仅是稳定 他们最终想要的是对 能源供应的控制 我们认为这将是我们 未来 政策的方向 而从常美来看 这对我们 其他人来讲 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局面 也就是中美 现在世界上 他这些冲突是价值观 社会制度 这样的一个根本问题的一个冲突 又讲不合 而长期这种就是说 这个 就是 和平局面从香港这个世界 就反送中运动 习近平和香港 听之到受了以后就已经彻底的改变 一国两制度跌幅的影响 美观相见 当年是讲好了是吧 你不进我不退 因为咱们在落胡椒上舔着后代自身 和他们的职位在解决这个社会主制度 优越也好 还是资本主制度对吧 维权同志还是民主好 等着看 习近平 他现在翻脸了 他认为 中华民主复兴了 他把他把他这套价值观 这套治理体系 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去了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 所以之间的协调是很难的 本人认为啊 搞不好下一步就是一场战争 好 谢谢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